我們來看看Google表單怎麼用 那首先要用之前 來麻煩各位你看一下右手邊 右手邊除了我的一些連結以外 你有沒有發現我還要放兩個 對不對 那我們以後會有一個主題是在講那個協作平台 這個就是協作平台 好協作平台 那因為一般現在大家單位裡面要有 除了說有官方我們講的官方網站以外 有些時候你可能會有所謂的單元式的 主題式的那種就是製作網站的需求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考慮使用所謂的協作平台 協作平台 那像這個是一個其中另外一個呢 像這是我在學校裡面介紹課程的 比如說在大綱以外對不對 我們有做的影片 雲端硬碟 這個都是雲端硬碟的內容 雲端硬碟也可以像這樣 就直接把要做的影片就顯示出來 所以你的圖片也好照片也好 都OK 就像這樣 所以 像這個方式我們這樣看 然後呢 上課的 範例還有上課錄影片 這些都是跟雲端硬碟做結合 所以平常各位你點進去看的時候會像這樣 如果他已經轉換好了 有沒有就這樣就可以直接看了 在線上就可以直接看影片的內容 這樣你大概了解 那我們現在呢 先不管他的 那我們先進到這個中正這邊 因為像我還蠻 就是每個學期都會去中正做機場研習 那麼 我們的那些線上問卷現在都不在 填寫紙本的 紙本的 誰最辛苦你知道嗎 舉辦活動的人 誰叫他是始作俑者對不對 所以他回去他要自己統計 要自己計算那些很麻煩嘛 所以你看下來 你看我的問卷 有沒有發現我都已經安排好了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邊假設你想要看我去年10月12月的 好這一場 有沒有這裡有問卷對不對 那現在其實還蠻 蠻常見這一種的就是 滿意不滿意有沒有 你就直接用那個 以前我沒有 沒有特別把這個顯示出來 然後有時候看到結果奇怪 怎麼會那麼不滿意 都是疑有 疑怪 那都有一兩個 怎麼那麼不滿意 剛好下班 結果才發現原來他點錯 所以我們現在都會把這個弄出來 重點是你弄完了之後 你可以來這邊 你可以先看宰藥 請問這樣回家還要不要再做 不用對不對 哪一個活動 你看這裡有一個惡 還好啦 比較早期的 那如果你是屬於有一些意見的 有沒有這邊就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我沒有做記錄姓名 所以這個就等於匿名的 你就不用太過擔心說那個資料 那除了這樣以外 其實Google表單還是一種什麼 還是一種Excel 所以這裡 你看一下 這個就是真正的 糟糕 沒有全線 我沒有分享出來 這個我沒有分享出來 就是它本身是一個Excel 也就是說表單歸表單 那你填好了之後 它本身就是一個Excel 所以如果說你要有其他的需求 你還要做其他統計 你可以把那Excel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們這樣做統計是就方便很多了 還不用計算錯了 對不對 最主要那個收集回來 然後這個統計很麻煩 都是做一些比較就是 比較重複性的工作 那所以我們透過這個Google表單 就比較方便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看 你看在這邊 你可以來這邊新增 一個 Google表單 好 點進去之後呢 點進去之後呢 它這邊 其實 你應該先看一下 表單 我們應該先了解一下 表單大概有哪些需要做填寫的 一種是像這樣子 這種有沒有 另外一種是 單選題啦 或者複選題 對不對 還有一種就是這個 文字式的 你看這個是不是單選題 不是 這複選的 何取方塊是複選的 好 然後呢 這個身份 這些都一樣 好 我們看這裡 首先你進來之後 你可以在這邊 針對這個部分 寫一個什麼 問卷調查的說明 標題 好 那如果有什麼說明 就寫在裡面 沒問題 好 你看一下 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類型 可以選 其實現在Google表單 已經進步很多 它甚至可以怎麼樣 可以根據你的 像我一般 如果哥以前 可能在做一些 比較屬於 調查類的研究報告 那可能 會有什麼 你如果選了 第一個選項 就跳到第幾個 有沒有 這個Google表單 也可以做到 它可以根據你選擇的答案 挑到你指定的區塊 就繼續回答下去 繼續回答下去 所以 比如說 我在這邊 簽一個 這裡 好 那你可以規定它 一點按下 有沒有 一定要寫的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第一個區塊 是不是就好了 好 那 假設我還有一個 欸 姓名單位 那我就直接複製就好 這樣有沒有兩個了 就很快 好 然後一樣的 按完成 好 那如果 這兩個好了 你就可以再繼續新增 看你是要哪一種的 那麼一般來講 剛剛那個 1到5的那個叫做度量 平量尺度 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選擇 不一定要1到5 你可以1到10 看到程度 看到程度 然後呢 1跟10的標籤就在這邊 譬如說 記得最好寫一下 不然有時候有的人會誤會錯了 那一樣 一定要填的就勾起來 有沒有很快 你可以像這樣去把它填起來 那 當然 文字內有那些都OK 那好了之後呢 這樣有沒有覺得好像還蠻醜的 這樣拿得出去嗎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像 我常常會把 問卷 放在 網頁裡面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其實問卷就 維持 比較單純的 就白白的 大概還可以 可是如果說 你可能就是 我沒有協助平台 也沒有網站空間 可以讓我這樣 放進去 我就是要獨立業的 那麼我就會建議各位 你可以來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一個叫做 變更主題 有沒有 等於說我現在是編輯問題 對不對 好 你看我還沒有變更資料 我們先看一下查看其實表單 有沒有醜醜的 沒關係 來 看一下 變更主題 好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好多 比如說 你想要用這種的 好 點它一下 有沒有就進去了 好 你還可以自訂 比如說這個顏色不滿意 字的大小不滿意 你還可以根據什麼 標題的圖片 你要換一個 有沒有 還是說你的標題的顏色 字的大小 標題 不要那麼 黑題 好 然後呢 這個 字的大小 適中就好 有沒有發現變小了 所以你可以隨時的 像這樣去做 這樣有沒有問題 瞭解 你看我們再查看一下 即時表單 有沒有 如果你有圖片體 有沒有 圖片體 也可以 也可以有圖片體 我們現在是文字式的 那如果你想要有圖片體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 你看一下 我們編輯問題 好 回到這邊來 你看這裡 新增 有沒有一個影片或圖片 所以如果你有影片或圖片 點進來 你就可以自己選 有沒有發現 插入圖片 有幾種方式 你也可以放到你的雲端電節裡面 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傳到外面去的嘛 因為有時候譬如說我們當委有沒有調查 比如說那個海報的設計 還是說一些 就是像我們現在也常常有那個影片的方式去問卷 所以一樣可以用 你可以像這樣就可以放上去 那比如說我要搜尋我的雲端硬碟 找看看有什麼圖片的 我找TNG好了 有 有 你看 在這裡 點這個 進來 有沒有圖片就進來了 你就可以像這樣 那當然他這個 他題目不在這邊 等於說 你等於說 這是一個什麼 問題 然後下面你再看 你要問什麼問題 看了這個題目之後 有什麼樣的情形 就在下面再去做調查 這樣OK嗎 所以 我們的表單可以像這樣 那你如果做好了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什麼 這個表單 的網址 你就可以告訴人家 可以告訴人家 這樣有沒有問題 應該還好吧 好 OK 可是你看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 從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 回應摘要跟查看回應 摘要的部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統計的部分 你看 點一下 現在都沒有點 沒有問題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是看的是這個 查看回應的話 查看回應 你就會發現 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沒有 是不是 Excel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在這裡面 紀錄一下內容 如果你覺得 我OK的 你可以從這邊 是不是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就可以拿來用了 所以你要做統計 或者是有時候延期 我們要調查一下 參加的報名 上座報名表 然後你要做那個 什麼 婚宿啊 假設有用餐的婚宿啊 那些都OK啊 這樣是不是就快很多 好 那這個部分 先讓各位找一下 好不好 你找找看 原則上呢 如果你有加了 加上這個 雲端硬碟的這個 這功能 你看 它兩個檔案是分開的 也就是這個是問卷的內容 調查的結果 會用另外一個 這個Excel 所以兩個是分開的 OK 來 還給你囉 還記得從哪裡來嗎 從這邊 新增裡面的更多 找到Google表單 通常我的使用習慣 我都是先把題目設完了 你再去改那些主題 好 改主題 那 如果說你要先選主題 我也不反對 反正那個都還好 都可以比較快 尤其是如果你需要 一些客製的話 你覺得 我想要把它弄得漂亮一點的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 就是那個 制定的方式 看你是要圖片換 還是說那個字的大小 顏色呢 再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預設的不見得適合我們